欢迎来到波特兰公立学校居家学习策略课程 今天,我们将探讨首先然后句式 首先然后句式是一种行为塑造策略 通过设定明确的任务和奖励 来塑造学生的行为 该策略通过奖励学生一个喜欢的活动 来激励他完成他不喜欢的任务 首先,要求学生完成任务 通常是学生无法自主完成的任务 他们可能认为很困难或很无聊或不喜欢 无论安排什么任务 请确保学生有能力理解并完成它 关键在于确保能清楚地下达任务 并且让学生能清晰地理解任务 如果学生在语言、专注力或记忆方面有困难 你就借用视觉资料 文字、图形或图像版 来清晰地传达和强化任务和奖励 运用视觉资料时 重要的是,在整个活动过程中 让学生可以直观提示任务和奖品的首先然后工具 希望学生开始把艰难任务 与完成任务的成就感和奖励联系起来 为了帮助学生成功 请考虑将任务细化 并为每个任务提供奖品或奖励 例如,与其要求学生先完成所有家庭作业 不如将其按时间分解 或者按任务分解来完成 确保学生在完成设定任务后 知道然后是什么 激励的奖品或奖励要大 如果需要更多主意 请尝试观察学生 或者与他们一起开展头脑风暴 列出不同的奖品或奖励 鼓励学生发挥他们的创造力 并找出与设定任务相匹配的奖品 通常,当学生更容易得到喜欢的奖品或奖励时 就可能失去激励作用 激励要保持变化 有诱惑力 以便你提供趣味性高 现实可行的奖品和奖励 另一种方案是由学生来选择然后的奖品 以便他们从预定的激励列表中 选择一种奖品或奖励 现在,我们已经学习了 首先然后的基本知识 稍作休息 一起浏览另外两个首先然后句式的例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记住 用首先然后发出请求 可以要求学生完成一项任务 并提供完成任务后的奖励 以帮助他们建立成就感 做好心理准备 可能有学生无法完成任务 因此多给学生一些时间 以达成你的期望 如果有需要 请平和地提供重肯的提示 关注学生预期的行为 确保学生完成任务时 能立即获得奖励 如果学生没有完成任务 请不要奖励 这有助于确保 首先然后策略 和渴望的预期 保持一致性 感谢您与我们一起学习该策略 预知更多资讯 请查略我们网站其他相关资讯 也可以与学生的教师 或辅导员交流 探讨如何有效运用该策略 来指导学生学习